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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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佩慈加入后 这个仙女团就凑成了七仙女 吴佩慈是公认的颜值担当 用小S的话说 论性感高挑美丽 她全是第一 也因此她傲娇又毒舌 并不把其他几人放在眼里 有一次 吴佩慈和大S逛街闲聊 大S说自己为了美白 尝试了好多方法 吴佩慈突然鄙视道 你好可怜 你妈怎么把你生成黑肉体啊 像我这种天生皮肤白皙 就不会有这种烦恼了 又一次 一米七的吴佩慈 看着一米五八的小S说 你真的好矮哦 莫了再补一刀 像诸如 一次又一次 吴佩慈开始遭到姐妹团的疏远 大家觉得和她相处起来实在是尴尬 不知道她在炫耀什么 这也为后来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后来七仙女都顺势踏足台湾娱乐圈 事情搞得都很大 八卦也是精彩绝伦 1998年 当范小轩登上央视春晚 以一首《洗脑神》曲《健康歌》 火遍两岸时 20岁的吴佩慈才刚刚步入演艺圈 与陈其真、李星杰、徐怀玉 组了一个少女组合 签约滚石唱片 滚石请来张洪亮为组合制作专辑 其他成员都在与音乐用心交流 吴佩慈就不一样了 与制作人进行了身心交流 同年吴佩慈一口气推出 Oh My Pace、Pace和挑剔三张专辑 首张专辑中的主打歌 闪着泪光的决定火遍大江南北 与此同时 另一则八卦猛料也传得满城风雨 吴佩慈在与张洪亮的身心交流中 绯闻不禁而走 越传越火 张洪亮是乐坛老前辈 比吴佩慈大了近二十岁 才华横溢 经此一事 吴佩慈和少女组合的几位姐妹 闹得也不愉快 几个人觉得遭受了不公 再到后来 谁也瞧不上谁 少女组合说散就散了 吴佩慈个人倒是心图一片璀璨 然而当所有人都视他为下一站天后时 他甩甩手说不干就不干了 吴佩慈在综艺节目里说过 因为压力很大所以不干了 当时最成功的要数大S 凭这一部流星花园火出天气 吴佩慈一看拍戏我也行啊 2002年流星花园2中 24岁的吴佩慈饰演每作五件好的女友 虽略显青涩反响还是不错的 本来就有像剧码颜值极流量 颜值也是恋爱法宝 和大小S的口味一样 那时吴佩慈恋爱对象都是能激发荷尔蒙的帅哥哥 还发表了真爱至上的爱情宣言 关于他倒追黑道太子爷陈楚河的消息 也是传得沸沸扬扬 陈楚河作为台湾竹联邦精神领袖 陈其里的儿子 长得帅很招人喜欢 从小见多识广身心百战 怎么都不中吴是美人计 你说气人不气人 吴佩慈当时很生气 转身就去翘了另一个墙角 当时的男团组和5566很有名气 副队长王仁甫女粉挺多的 虽已有正牌女友激情 但还是难抵吴美人的一颦一笑 与他拍戏时假戏真作激出了绯闻 不过激情也是短暂的 王仁甫翻云赋语过后 还是觉得平淡才是真 便最终与激情修成正果 吴佩慈那时正直颜值巅峰 胸大腰戏走哪没哪 他作风又大胆 有次接受采访 竟然自爆有粉红色乳酿 还让记者检验真凶 这样一来 全台湾男人都对他兴致盎然 他以125万身价高居女星饭局榜首 力压因坠马不光受挫的林志玲 吴佩慈到底上了哪些台湾富商的饭桌 赞无穷考究 当时有位香港大佬不远千里 与他约了一顿饭 2005年 43岁的周星驰颇有兴趣的 与27岁的吴佩慈共进晚餐 因为吃得太爽 耽误了工作 饭后他对于吴佩慈赞誉有加 表示考虑邀请他加入功夫2 虽然最后演戏这事不了了之 但约这顿饭局应该不只是吃了个饭 吴佩慈自从演了《流星花园2》后 开始在影视剧展露头角 经纪公司有意培养他走国际路线 为他去争取一些好莱坞的影视剧角色 可这位姐又不想干了 问他原因又是因为太累了 压力太大了 这时他看曾被他嘲讽为黑肉底的大S 居然出了本美容书《美容大王》 还卖得很火 还成了美容达人了 他觉得这算啥 我更加可以啊 于是很快 吴佩慈的第一本美容书《美丽达人问世》 他化身美容教主 带来一波美容旋风 人气如日中天 同年 27岁的吴佩慈打败同为芭比迷的大S 获得芭比奖 成为首获此殊荣的华人女星 随后吴佩慈又获得了 腾讯风上星光大道奖 2007年粤港十年网于盛典 最具风景女艺人奖 并为《风度》杂志评为年度 最具人气封面女星 还接到了央视中秋春晚的主持邀约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 吴佩慈选男友的口味开始回归初心 随着大小S先后加入豪门 曾经以大S为首的七仙女早已分崩离析 吴佩慈的豪门梦也愈发不可收拾 她的目标终于出现了 2011年 33岁的吴佩慈在一次时尚晚宴上 遇上了香港富商季晓波 她施展浑身魅力 赢得季晓波的勃然兴趣 随即展开热烈追求 两个人谈了大概一年吧就分了 通稿说是性格不合 知情人透露 是季晓波嫌吴佩慈太高调了 随后季晓波转身 就与其他女星传出了绯闻 而吴佩慈越想越不甘心 估计也转了一圈 每遇上更合适的 于是在两人分手四个月后 吴佩慈接受专访时 主动求复合 声泪俱下地称 当初是自己的错 是我不够拼 付出也不够多 季晓波听了也有点心软 就在此时 意想不到的神助攻出现了 就在吴佩慈求复合后 他的宠物狗汉斯病了 季晓波听闻 每天关心汉斯的病情 安抚吴佩慈的情绪 从短信到电话 再到灯门问候 两人就这样水到渠成的 旧情复燃了 2013年9月 35岁的吴佩慈宣布怀孕 并发表全国退圈声明 称以后再也不工作 专心在家照顾小孩 他欢喜地宣布 孩子爸是季晓波 说已收到 石克拉钻戒的求婚 等生完孩子 就在海岛完婚 谁知女儿还没出生 季晓波就丢弃誓言 耐不住寂寞 陪着隐儿出游去了 亲密照被八卦媒体 传得铺垫盖地 第二年初 吴佩慈忍辱负重地 诞下一女 女儿的英文名Hillary 和美国政坛女强人 希拉里同名 希望她坚强勇敢 真是始料未及啊 生完女儿吴佩慈 不仅没有成为新娘 还得出面澄清 季晓波的绯闻 连女儿的百日宴 都是自掏腰包 季家人不仅不出钱 人也不来 还撂下狠话 孩子可以生 但婚肯定不结 于是吃瓜群众纷纷猜测 要进豪门 得生儿子才行 2015年 37岁的吴佩慈 顺利诞下义子 礼物是收到了 一桩超过三亿的豪宅 和价值12亿的股票 但婚礼还是没有举行 还不得不帮 亲戚犯罪的季晓波 进行无罪澄清 一直到2017年 吴佩慈三胎产女 她依然没有踏入豪门 不过这次生完孩子 她的账户里 有了40亿元的奖励金 这下她终于当上了 梦寐以求的贵妇人 日常生活就是开发炫富 晒鸽子蛋 当然豪门也有KPI 除了生孩子 还有大事要办 为了打好准婆婆攻坚战 吴佩慈不仅力行 磕彩虹屁 有的时候还要舍得一掷千金 据称 吴佩慈的准婆婆旗下酒店开业 吴佩慈的赤巨姿打造了一条水晶巨龙 作为县礼 最难的应该就是人老公了 在吴佩慈生孩子的同时 季晓波也没闲着 羽形女郎凌云的绯闻 一浪又一浪 闹得满城风雨 还得吴佩慈出面历称来原场 估计连吴佩慈自己也没想到 老娘生生不息 努力向着豪门奔跑 怎么跑着跑着 豪门的门塌了 自2018年起 季晓波频频被爆妖蛾子 一次比一次严重 不仅欠好友的钱不还 连房租也欠 名下多数物业被进行抵债拍卖 还涉嫌洗黑钱 吴佩慈努力澄清 可依然遏制不了暗讽四起 为了立正自己的人生很完美 她时不时地凹正宫造型 大晒恩爱 还经常晒涂炫富 风光四乙极乐 这位曾经的九头生美女 一出手拿的就是王炸 从小众心捧月光芒四射 然而她却在事业上升期 一次次选择不干了 白白错过许多良机 而她心心念念 月战八年的豪门 到头来真有那么好吗 时间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那么今天就到这里了 喜欢雨姐的话 别忘记点点关注哟 下面将来已经有窟运 字幕志愿 advertised